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组织能够把大家的意见力量能够集中在一起 即便它现在是成品的事情 有很多学校其实是成品的事情 可是你难保哪一天它不会出事 我们说很多国立大学基本上状况都还OK 可是突然之间 政大的周行一校长 就突然想到说新晋的教师 全部要强制规定他做英语授课 突然想到 于是他就要这样推动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分布或是一个组织 能够去发出你的不一样的声音的话 那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抵抗 所以分布它可以维持一种非常成品实型 不运作的状态其实也是无法 有很多学校也是这样 我们有分布好放着 有事的时候它可以马上把意见集中起来 马上发动一些意见的讨论 然后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会是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都没有事 我是希望都没有事 如果有事的时候需要一个组织 所以其实分布有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功能在 中正跟南华现在各自的问题 像南华可能有增加值任重点的问题 那这个评鉴的问题 已经实施了KPI当然有很多问题 那中正就我知道是 我听中奖讲 这是现在正在做KPI的准备 已经在做调查 这样子 那我想南华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 可以分享给大家 实施KPI之后到底是退化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前就有聊到这个现象 那想说我们借由一个成立大会 然后同时也请这个南华的两位老师 就是周平老师 有谢金龙老师 来跟大家也一起分享 有关于KPI如何摧毁大学教育的问题 如果政治学上有分两个概念 有一个叫做Despotism 就是专制 就是前校长 专制的胜权之下 你至少还可以维持天高皇帝元 今天是Totalitarianism 就是密不透风的集权 全面转空 全面转空就是变成数字 变成各种各样的指标项目 因此我们现在事实上 非常多的老师其实已经内化到心中了 就是全面转空的效果确实有达到的 KPI这个我们知道 它是三个字嘛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但是在我们学校它变成 Kill People's Idea 我们的idea全部都被抹杀掉 甚至于它已经 Keep People Impotent 我们的KPI造成的就是非常多严重的后果 所以中正大学一定要挡住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KPI造成的就是 我说要放在脉络里面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障眼法 KPI可以方便非常多 所谓的四大门神 在我们学校 是从教育部高官过来的 有录影吗 太好了 今天要多说一点 从教育部或是各国立大学退休的人 他们在这个学校推行KPI 第一个就是这个KPI 当然是学官两期的人 经常在使用这一套模式 那这个KPI的执行呢 在校内也会达到掌控老师跟同学的效果 所以呢 在严厉推行这个KPI 搭配了教师评件 教师评件 KPI 信手评件 全部都互相对齐 这种情况之下 教师事实上变成一个控制的工具 所以大家为什么金若寒蠢不敢讲话呢 因为你的分数 你的点数 对吧 也已经制度化了 所以大家就乖乖地在执行KPI 那可是长期来 为什么老师们会对这件事情沉默 其实学校方面 或是林聪明校长这方面 他常常寄出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名词 就是要救南华 南华会倒哦 你们一定得配合 你一定照做 不然你倒了 我让他倒了怎么办 大家怎么办 所以就是这一顶帽子扣着 所以让很多老师都不敢扛生 那也就只好照做 因为南华大学这几年 为了凭借以及推动一些教授计划 其实他有很多 其实可能有待商榷 或是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 那我分成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 其实就是学生的不当动员 因为在座有些是学生 有些同学 那也就是说学校 为了要达到很多KPI的指标 或者得到很多成果成效的一个达成 常常会过度动员学生参加一些 甚至有些是很奇怪的活动 那只是因为充人数 所以第一个 诉求是因为 不要过度的动员学生 去参加一些非学习成效的一些活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实上就是职员的部分 因为高校工会其实职员也可以加入 所以在座也有职员的加入 那职员因为为了达成各种KPI 或是各种这个教授计划的指标 真的也是被过度操劳 已经成为 快要成为一种血汗工厂了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加班 不能报加班费 或是过度 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 而且晚上七八点下班 已经成为常态了 那这个事实上也都是不当的 血汗工厂的一个一个现象 第三个就是老师的教师评鉴的部分 那利用教师评鉴的手段 用积分积点的方式 去控制老师们的很多教学 以及招政行为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 等于说让老师们觉得说 他除了在教学业研究之外 其实他需要应付非常非常多学校 额外交派的工作 那这个就是利用教师的评鉴制度 第三个 那第四个就是 我刚刚讲到的忘恶资源的KPI 因为他所有一切都是指向到这个地方去 那当然这个KPI的设定 其实很多都是学校方面 为了迎合或是揣摩教育部的某一些成像 然后自己制定出来 然后要求学校要去达成的 那甚至有些KPI的达成率 他竟然会说要百分之百的达成 那实际上有一些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觉得完全违反了大学教育里面 以学生为主题 然后行政是用来服务老师 服务学生的基本构想 全部目前南华的做法是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是为了服务行政 而服务行政是为了达到KPI 而KPI是为了申请教授计划 而申请教授计划是因为要在招生上面 得到一个平安度过的每一年的招生率 那欢欢相扣的整个过程 让很多老师 我知道在座 其实在座很多老师 今天非常感谢你们 特别来支持我们 可是我知道也有很多老师 他不敢来支持我们 因为他觉得他知道 他一站出来好像就被贴上标签了 或是周边很多老师 就会给他一些建议 说你要这样子 因为KPI的实施 其实通常一定有某一个想要去 展现成果的某一个面向 就像南华 他必须要招生 必须要提升形象 他想向董事会交代 他想向教育部表工 他想要向外界形象说 我们办得非常好 那有一次我跟周平老师 特别去找校长谈这件事情 说你再逼很多老师 跟职员跟取任作假 校长直接问我的话 是说你告诉我是谁作假 我去把他救出来 可是他没有提到重点 他的重点是什么 是因为你KPI的制定的不合理 逼得别人不得不去作假 我把这句话我再起跳一遍 他还是没有听懂 他还是这么说 你告诉我是谁 我没有允许你们做假 可是问题是 他们这一些行政人员 长期来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惯性 这种惯性是他定了一个 好像是对外界来说是好的 是形象的 是有助于南华提升的一种 所谓的指标 可是他根本不管你能不能达成 你就是务必要给我达成 然后呢 经费的部分 他是不是完全配合呢 如果说我知道现在中正的部分 教卓计划推行那么多点 而且成效也还不错 因为你们要推动什么样的计划 尽量你的人力 资源之上是有道贵的 可是南华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 各位可能听说了前一阵子 農华大学副校长 他对外宣称 而且还登上媒体的报纸 他说我们为了这个评鉴 我花了一亿 花一亿做评鉴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说 这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 也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 认为花钱做评鉴是一件 好像我们很用心 做得很好 可是假如评鉴是一件本来就 不常在做的事情 我们只不过真正委员来评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种成果实践出来就好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其实如果说要展现一种很好的办决成效的话 不见得只要投入KPI 如果他真的想要展现 那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怎么呈现 在职性的部分 在学生的学习成果部分 在学生的毕业生的成就部分 都可以展现很多成果出来 这些都是主品向外界 告诉大家说 中正办得很好的一种成效 不一定要投入KPI那种数字性的 加一加二加三 你知道加一这个概念 加二加三这个概念 在南华已经这么常态了 所以每一个老师每个学生说 他说你今天去干嘛 我去在家什么活动 他说我不过就是加一个一而已 他自己知道 每个学生每个老师 他自己都非常清楚 我不过是在KPI整个计划里面的 加一的那个数字而已 整个教育看不到了人的素养 看不到人的本质 只看到了数字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最危险 也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很多老师们在大学殿堂里面 藏起来苦心经理也非常的 沿袭合一 在教学内容 以及他的 以及他这个执行实践面上 跟他的生命是整个结合在一起 可是现在的这一套KPI 现在整套的教学评件 以及教师评件 他在迫使每一位老师 不断的去让步妥协 以及测试我们的道德底线 他测试我们的道德底线 那难得有位老师说 我的课是要道德推理 我怎么能够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他竟然就得要学分费自负 中理费自负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造成的现象的结果 执行KPI 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学校里面 会有阶级两极化的现象 执行KPI 最上层的人 他事实上是来执行KPI 带给学校一些资源 他自己的薪资也非常的高 所以学校要首先付很高的薪资给这些人 因此 他产生了板块挤压的效果 板块挤压到最底层的 不管是教职员工生 当然尽可能就是cost down 用最低的层回来 所以有非常多的老师 非常多的职员是非典雇佣 或者是约聘的 所以我们在KPI的执行之下 就会有两个层 两极化的 但在最底层的人 确实非常显悍 要有非常多的劳动时间 是要满足这些虚幻的 百分之百的执行率 或者是非常高的执行率 那可是你然后动条件却很差 你稍微不听话的话 你可能就不续聘 或者是马上走文 那事实上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刚刚说到就是 我们KPI的执行 搭配了教师评件之后 大家精深 所以有非常荒谬的现象 在一级主管的层次上面发生 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撼动它 或者是至少提出质疑 这种事情是荒谬的不得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办法撼动它呢 那就是因为现在的KPI 现在的教师评件 让我们没有办法撼动 这个超稳定结构 所以百分之百的KPI的达成 或者很多不合理的KPI的资定 事实上是在压迫很多助理 很多老师 很多职员 在做假的功夫 或者表面功夫 或者数字上面的提升而已 KPI真的太多 在南华太多 这个庆竹南书的事件 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他定了 我举起的例子 比如说他定了 导师一学期至少六次班会 至少每一个学生至少接近两次或三次 而且列入KPI 那老师说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去跟这些学生碰面 怎么办呢 有些老师非常聪明 他说教学员都一次带六套衣服来 对 他就拍照 换衣服再拍照 换衣服再拍照 拍六张 然后他就可以贴六次的会议记录 可是重点来 来让学生看在眼底怎么想 对 那当时我也是法师 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有些学生跟我讲 老师啊 我们就有样学要 就这样做就好了 我说我宁愿不及格 我宁愿我的品鉴不及格 因为这个东西 像刚刚重平老师讲的 所有KPI指标 都跟我们老师的品鉴是结合在一起 你不做是要被扣分 对 那我说我宁愿不及格 我干嘛做这种做假的事情 我常常跟校长 我也有一次跟宁愿老师 两个人真的是冲到校长 跟他约见面 校长也找到其他副校长去排座 那我们其实跟校长 其实非常善意的 我们是非常善意的 我们讲说其实南华 宁愿老师可以请见谅 因为我们背后有佛光山 OK 我说南华是有条件 做一个不一样的大学 与其把这些钱 这些佛光山所募集而来的经费 投入下去 只是为了国立大学收费来吸引学生 不如我们直接减招 把它缩减为三千人左右的大学 然后把这些经费全部用在 真正提升教学品质 跟研究品质的用途上面 而不是做假的 而不只是做表面 那说真的 这样子的形象品牌如果做出来 学生出去每一个讲的都是好的口碑 说哇 他就会很骄傲 说我是南华大学名人 可是我跟校长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校长直接告诉我们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 因为其他学校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太平台湾大学的校长 那我不知道中正大学的校长 目前他为什么会急于要去推动KPI 我不知道 他想要展现 他要向谁展现他的所谓的办学成效吗 不是至校成效吗 我不知道 但是重点是 我不知道贵校的冯校长 他为什么要推出东西 他是想要向谁展现他办学的成效非常好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吗 那重点真的就是看在学生的眼里 我不知道学生是最后感想 我们有没有要指下一个反折性的问题 要达到这些好处 非得要只能做这个管道 或是这个途径吗 实际上我们学校已经出现这个 非常严重的状况 就是这个学校里面最弱势的人 一个是行政单位 一个是教学单位 最弱势的人可能会产生冲突 我要求你教的资料你为什么不教 这个地方就觉得你的要求不合理 这两方的人呢 他的冲突都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真正躲在后面做决策的人 是最邪恶最可恶的 这些人呢 就是造成你们两方冲突 可是他们却安坐他的位置 等到你有成果的时候 我们媒体或者是学校都会赞美 你看这些人来了学校之后 带来了多大的成就 我们学校是向上提升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看到KPI的执行结果就是 金玉其外败序其中 道德的水准有六个时期 最前面的preconventional时期 是什么呢 就是照规定之后怕犯错 Exactly 我们校长就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稍微怀疑 他照规定不只是怕犯错 还有照这个规定 才会有很多衍生性的profit power跟profit 所以这个权利的网络 会告诉我们说 异正识言的告诉我们说 KPI一定要做 教师毕竟一定要做 学生一定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有eportfolio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个hidden narrative 隐藏性的叙述 就是你们越是这样忙着做 我的利益越多 我很大胆地这样说 我是非常怀疑的 高教幻象多如流 非常非常多 我们真的是需要团结起来 不管是专职的老师或兼任老师 甚至于学生 或者是职员 我们也很期待职员 也能够一起参与 事实上我们学校 就像刚刚秦伦老师讲 我们学校职员的血汗劳动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 因此希望大家不要有畏惧 你越是团结的话 力量越大 但我相信一点 我们今天的行动者 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 松动这个生成结构 但是我深信这一点 我就是为了自己的美学的存在 我就是要站出来平安 历史呢 终究有一天 会下一个定论 说这是一个荒谬的年代 这些投机分子 在招摇撞片 因此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 要站出来 正义之声 能够抵制这种不合理的 而且伤害了我们学生的受教权 教师的工作权的这种乱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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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